人如果要被雪包围 这是什么感觉 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我的面前呢 我都全部都是雪 看我家门口的这雪 已经都已经到我身上认识了吧 被敌人包围了 然后已经被雪包围了 今天我告诉你 这个路啊 看我家门口这条路 雪都这么厚 你看邻居家那小狗 现在都已经包装团了 今天他也没有撒花的地儿了 是不是 他也没有撒花的地儿了 你看这是人堂出来的 对 这是我们人走出来的路 就是都被积走啊 大家走 你看现在这个路什么样子的 问题现在 我现在 黄眼睛 黄眼睛 我现在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么晴了天气 还在下着雪 这老天爷 真是在跟咱做斗争的 真的是那句话 这叫与天斗与地斗 咱现在是在跟天老爷斗啊 是不是 对 哎呦我的天呐 别下了 我真补你了 我认输还不行吗 这起码你要不下我 那不用扫雪 我好休息休息 这一天 哎呦我的天呐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吧 也挺有意思的 其实像这雪吧 扫也行不扫也行 但是好像还挺爱扫的 刚吃完饭 你说你不扫一扫 这尺往哪儿消 但是我跟你说 我就是扫了那肯了 能出一身的汗 就是身上全都出汗 我穿的可少了 我没穿棉衣的 就穿了一个啃尖 没啃尖 但是我每次扫它雪以后 就头发都是湿的 啃尖都是湿的 就是说出了好多好多汗都会 其实这种感觉 一挺爽的 就是在城市干活的时候 很少有这种感觉 出不了汗 出不了汗 在这种干活确实是出汗 但是其实冬天出大汗 好像还不太好 是不是 小汗出点 这算大汗吗 是不是 这算什么大汗 其实 其实这个雪下就下吧 为啥是下下呢 它就是天晴 它下巴心情也好 是不是 对 你要别黑 就黑着 完了 你人都呼啦 就难受 那心情马上就郁闷 对 是不是 咱俩抓点紧 万一要上班 一会儿棚子掉了 夸一下子 还得扫 所以抓这么紧 你把门口牵一牵 就别滑倒了 就行了 没什么意思 要是一会儿掉了 咱再扫吧 它也好扫了 别砸着咱俩 咱俩得快点 是 那会儿不扫 不扫 不扫 上大棚去看看兔子和鸭子 啥样 哎呀妈 今天没喂它们呢 今天是先喂完它们 咱再吃早饭 今天是咱俩先吃早饭 后喂它们 走 你看那好臭意的 开门走吧 喂兔子前被鸭子 看起来 看起来 又是那么厚 又是那么厚 我给你感觉 凡事不都是有一笔有一笔 反正是没有 没有全好 也没有全坏 最坏的你就也 你想 肯定也得有好的一秒 这么大的雪呢 但是目前来说天气还不是不冷 白天的温度现在是零下8度 没问题的 很暖 等到雪一旦停了 雪停了以后的天气就开始嘎嘎冷了 小西北风就挂起来了 喂 哎哎哎 跟你说个好事 哎大朋友 又去那啥子都掉起来 哎 好好呢 今天你们要活 今天完了这活都是我的 我跟大师俩都已经约定好了 早上起来就约定好了 还是我情愿 他起大河 完了他大河泉 这雪泉怎么为什么都掉下来了呢 这场雪 穿 为什么 原来这小口 冲主人也叫唤他 我们查 先生也说 听什么 太多了 这雪太多 等不动了 太厚了 看这清雪心 走吧 别看了 快点了吧 咱家小动物们还没吃早餐呢 大宝 啊 哎 这边也都要去了 后面才下去了 前面才下去了 啊 还没那么轻呢 这回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气温也低了 下雪 雪还下得轻 没有那么厚度 所以它就划起来 不是 雪 轻 啊 就雪里 吧 就是温度 因为凉吧 那个 雪 它们那个没划 体积的体积 体积很高 但是 体积大完了之后 嗯 重量没那么全 嗯 所以它就会划下去 嗯 哎 你说我忽然有什么感觉 嗯 我有点像公社饲养员的感觉 你说喂完粗子 喂 喂 喂鸭子 喂完鸭子 喂鸡 你这是三家的饲养员呢 还什么公社的饲养员 我是公社的饲养员 那是上头 我自己吃 这大兔可喜欢吃面瓜 给它面瓜 他爱吃面瓜 每个兔子都有 每个兔子的形性都不一样 对 那 你看 你那个 每个兔的形性都不一样 爱吃的食物都不一样 看吧 哎呦 盆子你们又给扣了 我们这帮兔子太淘气了 现在 这一帮 这一帮现在才长得不小了 吃死一吃 就吃吃胖胖的 可别吃胖胖的 胖胖就完了啊 嗯 胖胖就吃肉 给鸭 给鸭 给鸭水啊 妈妈 你这帮鸭 你这帮鸭 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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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样 可怜 妈妈的样 我可不给 妈呀 你求你们和泥了 没事 鸭子的话 不怕泥水 你不怕呀 你说 那里头泥了 哎呀 你们也太陶了 鸭子就喜欢泥水 它往里头带泥 那泥都带泥了 是啊 我给你们做白菜 我还每天都在这边做点白菜 我还每天都在这边做点白菜 六关六关吃 然后六关六关了 我告诉你 你要饿的时候掉地下的 它们都捡了过 那咋 哎呀 我给你说 那里头菜太多了 那这儿给扔着里头 那些草还不还有那么多呢 是啊 所以它们就有的是吃的 今天晚上就零下二十多度了 我得把这萝卜起 我得把这萝卜起 我把这萝卜起出来 去年它就冻了 好呀 上帝又来寻宝来了 好呀 好呀 上帝又来寻宝来了 把这胡萝卜呀 还有萝卜呀 那时候都埋到地下了 这样甚至呢 它水分也有 是那个 就是还不干吧 但是这时候冷了 就不行了 就给你冻去 去年就都冻了 很香 嗯 这大萝卜 我 我 都是 都是邻居结给的 我们两个今年没有种萝卜 哇 大方回来发现 我家前面暖棚 上面的雪 都掉下去了 完了 刚才前院清的这个道路已经 又让雪给埋上了 哎呀 接着干 看着味道 看着前院 又满了 这雪 哎呦 天呐 刚才都清完了 工作量又来了 领导 接着干 哎呀 这属于清了两个院子 村啊 但是也好 房上的雪落下来以后呢 这暖棚里的马上就暖洋洋了 哎 哎 怎么来说 就说这暖棚设计的还是蛮好蛮好的 是哈 太棒了 哎呀 这个但是 这个雪落下来以后呢 它就非常的 紧实了 就可沉了 这一挑就可沉可沉的了 嗯 那刚才那个雪就可炫了 可软了 那种感觉 这就可 因为它毕竟像下来它有个沉溺 有个有个力量 它本身下来也有力量的 哎 要有 嗯 我慢慢的冰 雪落下的神秘 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 睁开了眼睛 满天的雪 棚上的雪刚出了一下 院子清完了 谁来陪着一生好忘记 太大了 明明 花那么 安心 假装 那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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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迹 也不能相信 也不能相信 此生 如纸盘不明 我慢慢的听 水落下的声音 我慢慢的听 水落下的声音 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 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 你贴着我脚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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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 一件事 不断 不断 他们还自己贴着我脚轻轻 Marion 不然 没有 大小的 l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